为期一周的加州松山少林寺日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从3月17日至23日在旧金山湾区举行 中国松山少林寺方丈是永信大和尚一行18人 17日下午抵达旧金山将展开一系列参访活动 他在今天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 少林寺文化在美国弘扬光大 对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介绍说松山少林寺现有常驻僧人300多人 外派僧人200多人 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化 少林寺依然保留着1500多年的传统参禅练舞等项目 舞僧们还现场表演了精彩的少林功夫 明天适用性将到Google等高科技及高校市政府等地参访 并亲临主持多项禅舞一活动 3月22日旧金山艺术工将举行正宗少林功夫 少林古运专场表演 星岛记者黄伟江刘如谦报道